我们来看看粉丝提问 iPhone 13 Pro真的能用四五年吗 这什么问题 现在能买iPhone 13 Pro的肯定是土 放心 哥们明年的14 Pro你依然会换机的 如果纯粹从性能上讲 还真的可以 其实对于本意就是冲着四五年后使用周期去的 那就真该毫不犹豫的选择iPhone 13 Pro或者Max 倒也不是因为A15多出来的CPU性能 图形性能提升20%也真不是重点 因为Pro系列运行内存变成了6GB 而2015年发布的iPhone 6s就是很好的参照物 到今年已经有七年了 依然可以看到很多很多人在用 虽然在戏能表现上或者是操作流畅度上 其实已经比不了当下的千元安卓机了 A15基于A9的绝对其身是各方面都要更耐用的 A9都能死扛的 今天A15没有理由扛不住四五年是不是 换个角度来看 其实我觉得iPhone 13 Pro用不了十五年 如果你能保证未来你对手机的要求就是如今这样 那么确实可以用很久 但是很显然 近些人的手机发展早就不是时刻性能了 而你对手机的要求也不再是性能 而是更好的屏幕 更极致的牵薄度 更好的拍照 以及更好的机身质感 更漂亮的配色 以及更好的续航能力 还记得当年我买了 L1 8点iPad Pro也想着当时用个四五年的节奏吧 但是呢 等它支持Promotion的10.5寸iPad Pro出来的时候 我就按摘不住了 再到后面支持Face ID的全面屏的iPad Pro 最后是当下的M1加上mini LED的iPad Pro 一个比一个更有理由说服自己剁手买 所以只要你抑制不住诱惑 购买你刚好跟得上 那后期基本上每一代你都想换 所以决定iPhone 13 Pro能用几年的 和产品本身无关 和你的心态有关 好了 这就是本期视频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欢迎留下个记录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